1.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控制 1.水泥已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2.沙子采用天然黄沙 细度魔术为2.7左右的中粗合沙 3.石子采用10毫米左右力净的玄武盐 4.尽量不掺粉煤灰或粉煤灰的比例不大于7% 5.混凝土的塌落度应控制在标准180正负20毫米 2.分舱设计 分舱缝应根据柱网间距、车道平面布置等进行合理设置 分舱宽度一般为4-6米,长度不大于60米 3.分隔缝设计 1.分隔缝间距应不大于6米乘6米 分隔缝长边位置尽量与基层分舱缝一致 2.分隔缝缝宽一般为5-7毫米 切割深度应至少为细时混凝土基层后的三分之一 3.为保证美观 车库金刚沙地平、分隔缝移与车位线或顶棚灯位排布一致 4.基层处理 将混凝土地面清扫、洗袍 洗袍深度不小于3毫米 并用骨缝机将地面灰尘清除 5.之后用高压水枪将地面冲洗干净 达到流清水为止 5.母板支射 采用与细时混凝土厚度一致的槽钢作为母板 母板安装牢固平直 6.扫浆 将以清理干净的机面上充分湿水 但不能有积水 均匀涂刷一层塑水泥浆 7.绑砸钢筋网片 将钢筋网片辐射在混凝土厚度的三分之二处 钢筋搭透重叠不小于200毫米 8.混凝土胶筑 采用C25或C30的商品细时混凝土进行找瓶 并用振动棒将混凝土振时提浆 之后采用激光整瓶机将混凝土刮瓶 9.第一道洒布金刚纱 施工前需进行止压测试 在基层混凝土刮平4-5小时后 若仅留下3-5毫米印记 且人和机械基本不下沉 即进行金刚纱面层施工 第一次洒布量为设计用量的三分之二 均匀洒布在混凝土表面 按照先横向后纵向垂直交叉两次进行磨光 10.第二道洒布金刚纱 第二次洒布量为设计用量的三分之一 待第二次洒布的材料吸收混凝土基层的水分 并全部阴湿以后 采用磨光机在表面进行抹平磨光 11.切分隔缝 第一 湿润养布两至三天后开始切分隔缝 以切不坏为原则 切得越早越好 第二 应在离外墙约300毫米处进行通长切缝 使数项构建与水平构建变形分开 然后再对称逐渐内收拾湿切其他分隔缝 并在5天左右切完 第三 湿切完成后应立即清理缝隙并用柔性材料填色 上口预留5毫米 第四 土工布覆盖湿润养布28天 竣工验收时再用耐厚胶将5毫米缝隙填满 12.金刚墨头打磨 在金刚砂地面养布满28天后 分别依次采用50目、150目、300目金刚墨头 纵横交错打磨地面至少6遍 直至全部露出金刚砂为止 最后用清水洗净地面 至少晾4小时 待地面晾干后再进行下一道工序 13.上液态固化剂材料 施工前 确保地面干燥 且金刚砂已完成打磨全部露出 采用喷雾器喷洒或清到液态固化剂材料在地面上 不露出基层 并保持地面浸泡 湿润两个小时以上 在此期间 让液态固化剂材料自然渗透进金刚砂混凝土里面 之后用清水冲洗多余液态固化剂材料 务必清除彻底 不要残留太多 以免形成结晶 影响美观 14.树枝磨片打磨 待清除多余液态固化剂材料 地面达到干爽状态后 分别依次采用300目 500目 1000目 2000目树枝磨片 纵横打磨 直至达到全镜面效果